指着自己的人 李佩玉的计划是 故意弄坏留生机 然后让同学送到校外去修理 再借亲自取回留生机的机会 走出校园 司机摆脱监视 几天以后 民阁组织秘密通知李佩玉 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行动 那时候地下单的通知车 那么我同学 我说我们一起去吧 去一去 那么同学就说 见识我 我说去买的东西 这样我就走了 走了那时候就是要起义的 一个梁军长 他派一个上尉护送我 假装泰然地离开了同学的视线之后 李佩玉马上跑到了约定地点 在民阁组织人员的掩护下 迅速转移 完成了出逃计划的第一步 他知道 此时昆明已不宜久留 他必须马上想办法 回香港 逃出学校后 李佩玉马上在民阁组织的安排下 乔庄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 几书是与此同时 一则关于他的通缉令发布了出来 一共有三点 第一点 飞走一个飞机到延安 那么他就可以贪污一台飞机 第二个 带走机密文件 我也没带 第三个 抓到就地正法 驾驶飞机叛逃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对于李佩玉来说 其实已经无关轻重 但这一通缉令的第三条 就地正法 则给他的这次出逃 归家之旅 带来了无数难以预测的危险 此时各大城市和港口 都已经拉开了大网 无数的枪口也已经排起 随时等待李佩玉的到来 而此时 他所乘的火车的终点 正是大城市上海 我们化妆嘛 到嘉欣 提前夏 然后住到上海 这个地下堂的家里 那时通缉令不是已经下来吗 很紧张 提前在嘉欣下车 再乘黄包车 辗转到了上海之后 李佩玉便潜伏在一个 民革组织人员的家里 闭门不出 直到两三天后 带风声烧松 他才再度乔装出门 来到港口隐藏 最终顺利登船 去往香港 他说这地下堂 已经给我埋好 太古龙船公司的船票了 在临走的时候 很快 一上船 船就开了 因为是英国去 有制外发权 那么 你跟我们党的海军也好 什么不敢碰我 然后这样的 就到了香港 1949年元旦左右 李佩玉历经艰险 终于回到了家族 但是进了家门 他却并没有见到 日夜想念的父亲李继生 原来 在1948年4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发布了 五一口号 号召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 团结到一起 共商国家大事 所以在他到家的前几天 父亲便响应号召 离家北上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李佩玉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 当初父亲离港北上的经历 也是危机重重 李继生以外出吃饭做幌子 混淆特务们的视线 在游艇上 他与朋友们聊天吃饭 看上去毫无异常之处 待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之后 他便悄然离了席 登上了另一艘 等待已久的苏联货轮 悄悄地就上了苏联团了 谁都不知道 秘密的 连苏伯伯 还有陪打麻将 这些朋友都不清楚 1948年12月26日 李继生登上了苏联货轮 阿尔丹号 十几天之后 阿尔丹号在旅顺港靠岸 李继生又改走陆路去往北平 因为一路上要躲避特务的暗杀 所以他不得不乔装改办 小心谨慎 直到1949年2月 在经过了整整三个月的颠沛之后 他才到达了北平 当李继生还在路上的时候 李佩玉到达了香港的家里 没有想到他刚一进家门 母亲就告诉他 父亲临走的时候 给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母亲就告诉我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 要做策反工作 你要千千万万地记住 李佩玉知道策反工作的重要 他会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 减少中国人民的牺牲 也会使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 尽快到来 所以他立刻按照父亲的嘱托 积极地投入到策反工作中去 他劝说和鼓励 国民党官兵放弃内战 抛弃蒋介石 投身到共产党的军队中去 同时他多方筹款 给愿意北上的人们提供各种资助 买太古龙船公司的船票 北上要300港币 有的有钱自己出 没有钱我出 就把一批空军 北上我都每人写的交流信给父亲 父亲接受他们以后 马上转给念认真 念认真伯伯就收留 接受这些空军 然后就学习 就像格大一样的学习 学习好以后就分配 每人都一套东西 一个箱子写的名字 一个扑个卷 里面有文章 都是一套一套的 然后要到 而且每人一步脚车车 1948年下 在家人陆续离开香港 到达北京之后 李佩玉也完成了策返工作 登上了北上的轮船 我的把策返工作搞完了 然后和一个同学 这个是我同班的 姓张叫张永棠 一起走的 坐了三天到四天 就到了天津 在天津港上岸 然后那个副官叫张绍超 就接我和我同学 就到了总部不同 在几年以前 曾经有一部影视作品 提到过李继生 当年北上的这段往事 其中有一段 表现李继生 在谈到北上问题时 举其不定的情节 李佩玉认为 这一情节并不符合实情 在他看来 父亲当时北上的决心很大 可以说是